有些科學家認為 建築物是人類所製造出 最大的污染物 因為它消耗了我們 40%的能源 30%的原物料 和20%的水 而由建築物所衍生出來的 廢棄物 近占地球上垃圾的總量 38% 建築物在台灣 排放了28.8%的二氧化碳 在美國更高達38% 要用什麼方法 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台南成功大學的 綠色魔法學校 或許找到了一個答案